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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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想干的时候是挺早 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的时候吧 这个大流量就已经过了 所有的那个房租啥的就是很贵 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吧 基本上摆到外面的桌都已经坐满了 就是 坐满了 但是我们没干过 没干过 然后就是应付不大了 你知道 手毛脚乱的 看也稍不明白 然后上餐也稍不明白 就是整个 可能第一天卖个2000多块钱吧 干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打算已经要放弃它了 那就是 想看看 有没有还有那种想创业的老板 赶紧过来接手 就包括你们看现在就是 就是经营的很好的 买卖很好的 我就从那个58上看着 全都挂上转让了 看着它买卖挺好 实际上吧 这一行就是利润很低 然后那个 繁琐的事比较多 你看着它每天还接好几十桌 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白忙活 不咋挣钱 本来是三个月十五啊 结果再一旦 他出积宿这个人 走了 我们现在挺 人手也不够 挺紧张 可能就是那个院子的引流不进去吧 从4月28号开始 一直到5月3号 从5月4号开始就不大行 然后我们也准备出一些设备啥的 先把设备卖为吧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是要把这个地方转掉 我要换个地方 开了俩月 我也算新店 然后其他的转让的那种 他们是啥呢 基本上都是那种 自博热度起的时候 那时候起的店 那就是想趁波流量开个店 然后再趁流量不通的时候 想赚个转让费 这那种商业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ли ö an 箱的暂色 我需要 例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